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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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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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誰喊了外賣 問你小小的你這麼囂張 問你是不是你的外賣 這麼囂張 下次不幫你了 我回答你 是我而已 對 你說 是我 那又怎樣 有這樣的意思嗎 我還打算用了座 還有Yoyo在後面 之後有禮貌 我打算答你是我而已 誰教你的 笨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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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段你有看過但很好笑 原來是金光掌 他很有禮貌的激怒 我嘗試這件事有一手 唉呀 那正常應該怎樣回答 其實你這樣說錯話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跟上級或老師說的話 錯意答就會更加有禮貌 那 座与呢 就是反問的時候用的 譬如我問你是不是你的外賣 然後你問我 你這時候就說座与 嗯 其實四個都是說答是我的意思 但四個背後的意義都很不同 所以 外國人用的時候 就要小心你做什麼 那個外賣 嗨呀